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申姐开讲 带您一起探索越南与非洲新一市场的不动产机会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外国人是不是可以拿得到粉红布呢 在越南粉红布就是指房屋跟土地权状 还有房产证的意思 外国人在越南买房是不是可以拿得到一个房产的保障呢 今天我们就来为各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大家看到的这一张 它就是粉红布 因为它长的是粉红的颜色 所以在越南就把房屋跟土地所有权状 还有把房产证把它称为粉红布 那这一张粉红布呢 其实是我个人拿到的 那这个也是最新出炉了 在越南很少外国人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粉红布 那所以您可以看到的话 在这个粉红布的标题呢 可以看到它写着证明书 这个证明书是证明什么呢 就是证明土地的使用权跟地上房屋与其他的财产所有权 这个就是说 在这一张的粉红布上面呢 它包含了两种权力 这个权力呢 是我们对于土地的使用权 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 为什么 因为越南它是共产国家 那在共产国家中呢 土地都是属于国家的 但是越南人 他对于土地呢 他具有永久的使用权 那外国人对于土地的话 的使用权是50年 所以的话 不管是对于谁 都是土地都是使用权 这是他年限的不同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地上房屋与其他财产是所有权 就不是使用权了 所以在这张粉红布上面呢 它就规定了我们取得粉红布的人有两种权力 第一个就是我对于土地的使用 第二个就是我对于房屋跟财产呢 我是有所有权的 那您可以看到这上面呢 有我的名字 孙宏杰 然后呢出生的年月日 因为年纪太大了 所以就把它遮起来了 然后我的国籍啊 护照号码 发照日跟发照地都把它写得很清楚 好那在粉红布的后面呢 他就有写到了几个重点 都是越文的 但是我有把它翻成中文 让大家参考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针对房屋的部分 房屋呢 它的类型是哪一种类型 我拿到的是一个公寓的所有权状 那面积呢 是多大 我像我这一间的面积是85.7平方米 那您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一个强心面积92.1平方米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越南一共有两个面积 一个面积的话是实际上你在房屋里面的实际使用面积 那这个面积是含阳台的 但是不含公社 好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面积呢 是92.1平方米 它就叫长心面积 也就是你跟你家的隔壁邻居 中间隔了一道墙 这个墙的面积算谁的 在越南的规定是一人一半 所以呢 就是说在越南的粉红布上面呢 会有两个面积 一个是含有一半墙的面积 一个是没有含墙实际使用的面积 但在越南的面积里面呢 都是不含公社的 也就是像这个一楼的大厅啊 电梯啊 游泳池这些 它都没有含在面积里面 所以算起来是相当的划算 那再来第二点 请大家看到的就是持有类型 像这一个持有类型是单独持有 有的房子 它是很多个人一起持有的 就会写很多个人的名字 那外国人呢 对于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 是50年 这个50年到期还可以再延长一次了 而且这个50年是从什么时候起算呢 它是从发房产证日起算 所以您看到右边 这边的话是我拿到房产证的时间 是2018年的8月29日 然后是由胡志明市环境资源部所发造的 这一间房子呢 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7月买的哈 买的时候是城屋 然后呢您看哦 2014年7月到2018年的8月才可以办粉红布哦 所以其实是差了4年左右 那很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那么久哦 才能够拿到粉红布哦 主要是建商他们在卖房子的时候 他不会说卖了一间 然后他就去做一次粉红布 没有哦 他是全部卖光光 才会一次跟所有的居民收集办粉红布的一些证明 之后才会跟政府单位一次去申请办粉红布 像我买的这间公寓呢 拉卡莎 他14年虽然已经卖了蛮多部分了 但是呢 他其实在1718还有陆续的一些渔屋在销售 一直到18年初他才全部销售完毕 那全部销售完毕之后呢 才能跟政府哦一次去申请的权状 所以很多朋友常常问我说 哎 我什么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权状呢 好 这个要看他的建商 他是不是所有的房都已经卖光光 好 譬如说以像冰宫Central Park来讲 虽然在1516年的时候就已经卖的很好了 但是他有一些比较大方形 譬如说像楼上顶楼的阁楼啊 Penthouse啊 等等的这些哈 那个四房的这个大方形其实都卖的很慢 也是到最近才慢慢的卖完 那卖完以后呢 接下来建商他们就可以跟所有的居民收集资料哦 那所有的居民其实是蛮多户的哈 是几百户 这一栋有几百户 整个社区也是非常多户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工程蛮浩大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这个粉红布呢 他都是呃 交屋完以后三到五年之内才有办法去办 粉红布哦 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的话是外国人的持有期限是50年 好 50年 那到期呢可依照规定再延长一次哦 好 那如果接手的人如果是说在这50年当中呢 我卖给了呃越南人 所以这个越南人呢 他就是永久权哈 好 那我如果是卖给了外国人他就是我拿到粉红布的剩余年限 譬如说呃我拿到了这一这间公寓的粉红布 是在2018年的8月 然后呢 我过我用了10年以后我才卖给下一个外国人 所以下一个外国人呢 他就剩下40年的一个期限哈 那但是我如果用了10年以后我卖给一个越南人呢 那个越南人他是永久权哈 好 那另外在右边呢 我们也有看到有关土地的规定呢 他也把它写在上面哦 所以这个土地呢 我们并没有所有权 但是我有使用权 而且买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土地他有一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呃 所谓的这个政府的租金哈 这个租金是不是已经交给政府了 因为有的案子呢 好 如果是您没仔细看的话呃 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有一些土地的租金并没有完全交给政府 所以这个新的买方呢 跟旧的买房之间就会有出现一些纷争哈 到底这个土地的租金是前手要缴还是后手要缴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呢 一定要很注意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本容部的后面呢 就会把这个房子公寓的样子 把它画出来 放在上面 然后他也有这个环境资源部的这个检定顾问 在上面做一个确认哈 好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大家最关心的粉红布 在这边为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想要掌握新兴市场房地产的最新讯息吗 请在这里直接订阅孙姐开奖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捍威不动产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入LINE AT生活圈 祝大家投资顺利赚大钱 也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哦